很多的例子都會有這樣子 那我希望你從自見之彩的 利息資本化的這個關於 去衍生到未來你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是要怎麼去彈斷 它不符合利息資本化的精神 我可以怎麼算它利息資本化的精神 因為這個都是可以適用的 所以我把13分還原回去給你 但是請問考要考 要考利息資本化 因為第七章裡面 就是新的東西就是現在第一個利息資本化 到今天我們所講的都沒有新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在初派裡面講過的 我今天所講的東西都在初派裡面 我們上課都已經上過的 唯有利息資本化是初派裡頭沒有講過的 唯有這個地方是初派裡頭沒有講過的 我們既然上到中派 當然利息資本化必然以第四分了解的精神 所以期末考利息資本化 會考 好 可以嗎? 好,了解囉 我把13分還給你 但是你要記得 吉諾考是不是要 所以你還是要把它搞清楚 好,雖然時間不太多 我很快把3個我們的第五題跟大家講一下 好嗎? 好 雖然時間不太多 但是我把第五題稍微講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有兩個好玩的地方 第一個他們有直接告訴你 他的支出的金額 好 但是他這裡告訴你呢 請你看一下第三小 第三點 第三小點 這季的工程支出都是平均發生的 每一季的總支出 叫上一季成長百分之十 所以這個例子裡面 好 這個題目裡面呢 我先跟大家講 第一個你要先去算 你的支出的金額 好 欸? 家綺呢 你不是要答應幫我擦鍋子的板 擦一板嗎? 嗯 好 下次 還記得 好 因為我擦了就可以看到 我應該有個職業生意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呢 那到底我們每一季一開始的是多少 第一季是X 再來是1.1的X 兩個加起來是840萬 所以呢 我就知道X是多少 400萬 好 所以呢我們開始看一下 X8年的4月1號到X8年的1季是6月30號 然後X8年的7月1號到X8年的9月30號 然後X8年的10月1號到X8年的12月31號 就四季完了 而 nousF8月30號ina 不是 四季 尼有6幾 就第一開始是四百萬 440萬 484萬 532萬4千 然後你自己去往下算 好 這是國美金的支出 然後第一個 我們就想說利息資本化 因為它專業借款840萬 所以到這裡 接下來都要 這邊的利息都要用什麼 它的加權平均 一般借款的加權平均有利率 所以這邊我的利息資本化的 專案借款是必然的 因為專案借款840萬 乘上利率是8% 好 8% 然後因為我是從4月1號才借 因為從開工一直開始借 就這邊 所以我的利息是50萬4千 然後再來我從這個時間點 這個 好 到這個地方我是都用專案借款 但是這個我就開始用 不是專案借款 是一般借款 那一般借款我的利率 一個是600萬 一個是400萬 所以我的利率是6.4% 所以第X8年的10月1號開始 這個期數是0 然後到這個第四季結束是第一季的 一開始是0 然後大概是840萬 484萬除以2 這是計平均 乘上6.4% 就是年利率 所以我去乘上12分之3 就是一季啦 好 所以這邊是4分之1 好 所以我差8年的利息 就是這樣算出來的 484萬除以2乘上點名 6.4除4 所以我差9年 所以是38720 加起來 好 加起來 這是計平均啊 所以我用計率率 所以加起來是542,720 就這樣買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差9年 所以這是第一個答案 那我算差9年的利息 那個利息資本化的金額 我記得從這裡開始 都是用什麼 一般借款利率囉 好 從這裡開始都是一般借款利率 所以一開始848萬 我要算第一季的利息 第一季的利息 好 就是到3月30號 一開始是8484萬 然後加上這個第一季開始 好 是零 其初 第一季的一開始是零 加上532萬4千 計平均除以 就是其初加其末除以2 加上一開始48萬 好 看一下好了 所以這邊是7 7 532萬4千 好 然後看一下 好 所以這是第一季 好 第一季 我的曆息是 1 3 2 0 3 2 好 再來算第二季 第二季一開始 就是這兩個季了 好 這是第二季一開始 所以484萬 加上 1 3 2 4 所以是1 0 1 6 4 1 0 0 加上 好 我這邊把它算出來好 所以成長回3 2 4 0 0 成長回10 所以是8 6 4 0 0 好 所以第二季一開始 我算計平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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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有花筆子這樣好 因為這個數字加起來 可以乘上26.4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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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的例行 二零九四七 第三季 第三季的例行一開始 這邊是三個等 八、四、四、一 加上 一零九、四、一零四 第三季開始 一零六、零二、零四 加上 這一季呢 六、四、四、一零二 好 再加上 零加上 六、四、四、二 四、一零 除以二 乘上一般接款劣率 乘上四分一是一季 有請 那,我們打算 一零六、四、一零二 好,我們打算 例行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可以利息资本化的金额上千先算出来 好,我有840万乘上8% 我现在看差久年度的 因为它有9个月,12分之9 好,然后呢,另外我一般借款利率 是不是,这边的600万乘上6% 加上400万乘上7% 可是它也是占了什么,12分之9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这边是50万4千 这边是48万 这9个月,我实际上的利息支出就这里 所以加起来是98万4千 但是如果我把这边的利息资本化的金额相加 还要加一个,我这边9个月的50万4千的放任界 我把利息资本化计算根据我们的规则算出来的时候 我的利息资本化的金额是1141370 已经超过我实际上面的发生的利息 所以这是我的天花板 我的金额不能超过这个 所以差9年我的利息资本化就是这个金额 好,所以我把全部的工程支出 加上我利息资本化的金额之后 一共是3200 3238万9160 但是呢,根据公平价值或公平价值的话 查完只有2500万 所以我产生字件等式是7138万9160 好,这个利息资本化这一体的例子是课本里面的 好,那我在这里再算一句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个,这个例子至少我有考 第一个,有考到我的天花板的问题 好,你不要傻傻的 好,我先去我的 我先去计算利息资本化的金额 我看下来 好,差9年我可以利息资本化的是 114万1370 经过你实际上这9个月的 利息资助实际是有98万4千 这是你不能超过的天花板 这是你的上限 好,所以我最多总结 这么多的金额为利息资助 房间 所以差9年我可以利息资本化的金额 就是这个 好 好 其实这边 这边有一个地方小小的问题 因为这边我其实都忘记加了什么 没有,这个答案是凄惨 因为我实际上如果按照利息资本的 据算的金额 因为我这里都忘了加 这个金额要加 利息资本化的 五十四万两千 七百二十 好,这边每一个 实际上,我如果按照利息资本化 算的金额一定会比较高 我这边可以算一下 五四七五四二七二零 五四二七二零 五四二七二零 乘上点零六四 除四乘三 这是两万六千零五十一 所以这边再加上 两万六千零五十一 如果按照利息资本化 上线就只有几十八二十四千 好,那请大家回去 好,好的把利息资本化的东西搞定 然后呢,如果待会 利息资本化也好啦 或者是金额上的东西总共五 的话,你都可以留下来 好,待会这边就出门了 好,那你去报告一下 下课